记者陈彦廷屏东报道,民主进步党屏东县乡镇市长党内初选人选登记确定总统顾乡方山乡的乡长参选人分别为现任乡长洪启能,现任乡代主席陈德昌及现任乡代表罗金良是民进党内初选参选乡长人数最多的乡镇,在这个人口外流但又为总统组措所在地的小乡格外引人关注。 方山乡南北辖长于30公里,南到北形成三个庄头,该乡人口老化及外流,去年底全乡人口仅5478人,不过英总统蔡英文故乡就在方山乡内的民进党动态可说是动电观瞻,而这次正好出现三强鼎立态势。 登记初选的三人刚好是从南到北的丰港,善于两村洪启能,方山村罗金良及家路村陈德昌,洪启能不会言指出党理应提名现任这连任,甚至开放竞选都比极大可能破坏和谐的党内初选来得好。 他说,今年他配合县长潘孟安向中央争取包括丰港老街环境提升计划及滨海油气区,方山村和家路火车站环状道路改善等数万经费,共6000万元,今年就会动工建设,将参选到底。 任二届代表后,在任二届相待主席的陈德昌则认为,乡内发展目前可说是停滞,军方的牧林基金也让人质疑是否完善运用,实质回馈每一分到乡民身上,现任乡公所理应说明清楚,而方山还有与狮子相间长久以来的地群问题未解决,他将以地。 全级妥善运用回馈金作为主轴参选,罗金亮是资深民进党员,已深耕地方多年,儿子是棒球国手罗家人,加上名人光环,实力不容忽视,罗金亮说,初来选是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负责,争取乡长,一直能服务更多的乡亲和发展更多建设,福利。